懂人生 万事要留几分空间 不过分才叫忠道 我们做熬粥要放三分米七分水 处事要三分为自己七分为别人 对朋友要三分认真七分是宽容 对家庭三分要爱七分是责任 对烦恼是三分要解决七分要看看 喝茶要喝到三分香七分品尝 三分和七分这是人生的智慧 学佛人要懂得的是人生是书读的 那可是整个的世界 我们欺的是茶品尝的却是生活的磨难 学的是佛化解的却是你的烦恼 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 过一站就算一站 请我们学佛人珍惜每一站 你才会拥有这美好的人生啊 人间的一切名利 金刚经上讲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有一位英国的女子 她学习很努力 她并不算很有天赋 成绩也不是太突出 但是她刻苦地考上了牛津大学 二十五岁的时候 她成为了保守党的女性候选人 她碰上了一位富商 两人结婚之后 生了一对龙丰胎 生完孩子两星期 她就继续投生于她的政治事业 她获得了政治上的最高地位 但这位女士的背后 承受着无限的孤独和悲哀 最后她以中风失忆 完景七粮而结束了她的一生 她就是英国首相第一任的女首相 莎切尔夫人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每个荣人拥有的荣誉地位和钱财 都是一时间的 她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幸福 才会造成我们的烦恼 很多人问师父说 台长啊 那么烦恼的根源在哪里 台长告诉你们 烦恼的根源在你自己 因为生气是你不够包容 郁闷因为你心里不够阳光 烦恼的人因为你心里不够智慧 悲伤的人是因为你不够坚强 称恨的人是因为你不够慈悲 嫉妒的人因为你自己还不够优秀啊 所以人间的种种烦恼都在自己身上 我们每一次的烦恼出现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好好记住这句话 当我们每一次人间烦恼的出现 都是给我们寻找自己缺点的机会啊 我们再次见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 感谢观看